日本小林製藥紅麴原料食安問題 持續擴大 累計四人死亡超過百元住院 小林製藥公布問題產品訊號 將回收百萬件產品後銷毀 美國巴爾地摩跨港大橋被撞倒塌 肇事貨傳六年曾出過三次意外 調查人員取得記錄器 將重建事故時間線 運輸要到損毀 也衝擊當地經濟合作業 紐約大都會每天超過90萬輛車 開進曼哈頓 六月中將開徵塞車費 預計堵塞將降低17% 並提升空氣品質 成為全美首例 再過四個月 2024巴黎奧運開幕 贊助商LV火炬箱首次亮相 還打造獎牌專用箱 巴黎民眾則準備在奧運期間 離開市中心 出租公寓賺外快 預計一碗90歐元 到時攀升到330元 荷蘭去年限制 ASML半導體設備與技術輸出中國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會見荷蘭首相時表示 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止中國科技進步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回來Focus全球新聞 頭條關注的是台灣 也現在在高關注的日本小林製藥 紅麴原料造成的死亡性食安問題 現在像雪球一樣已經越滾越大 日本目前已經累計了4名死亡案例 超過100人住院治療 小林製藥總公司在大阪市 市政府已經下達行政處分 命令小林製藥 不論序號跟生產日期 凡是跟這一次事件同款商品 全部要從市面上全數收回 而3月28號小林製藥召開股東大會 社長落淚道歉 但是股東依舊痛批 整個小林製藥內部反應太慢 體制管理鬆散 才會造成了這一次的大錯 小林製藥紅麴事件快速延燒 總公司所在地的大阪市 正式介入調查 周三大阪市政府宣布 已對小林製藥祭出行政處分 下令回收三款保健食品 對象為市面上所有批號或製造日期 待召回完成便下達廢棄命令 大阪市也會在期間查明原因 小林製藥所生產之紅麴保健品 標榜控制三高對人體有益 其中紅麴膽固純help 更是百萬熱銷商品 消費者本想吃了強身健體 沒料想盡把腎給吃壞 甚至連命都賠上 小林製藥公開最新受害消息 強調因果關係雖戰不明瞭 但死亡案例已累積四起 106人住院治療 企業的特赦窗口收到至少3000件諮詢 只不過這些僅是冰山一角 不知是有意關閉或來電過多 小林製藥的客服根本打不通 許多消費者求助無門 接受採訪的男子表示 家裡的紅麴膽固純help不但中標 批號跟與其中一名死者相同 儘管身體沒有異狀 卻快被恐懼給壓垮 小林製藥百年經營 對日本人來說是個牌子佬 品質好廣告也不少的藥廠 而這次風波恐怕讓小林製藥 信譽掃地 週四上午小林製藥 舉行閉門股東大會 社長小林彰浩落淚道歉 卻有不少股東難掩憤怒 痛批小林彰浩 不過是一台讀稿機 面對所有問題 只會說調查中 特別是安全機制如同虛設 抨擊管理體制鬆散 這次紅穴事件最令外界氣憤的 就是小林製藥1月15號收到健康警告 卻在3月22號才對外發表 兩個月來毫無作為 而消息公開後 小林製藥仍是一副狀況外 做不到資訊透明化 消費者草木皆兵 就連與小林製藥無關的品牌 也遭受質疑 食品、醫學等專家提醒 對於紅穴不用太過緊張 亦不必刻意避開使用 而大白一名醫師與事件經手醫師交流 表示此次事件 民眾的確不亦自我發覺症狀 因此同樣呼籲 若服用了相關產品而不安 可前往醫院檢查尿液或腎功能 以免過度擔憂 引發其他身心不失 T日新聞中的報導 好 接下來看的是 美國馬里蘭州霍輪撞倒大橋的意外 6名落水維修的工人 其中有兩個人的遺體周三被找到 他們被卡在皮卡裡面 另外4個工人推論非常有可能 已經壓在橋樑的鋼轎下面 那麼現在必須要等整個清除工作完成之後 才能夠打撈 巴爾地摩這個大商港 因為意外關閉 經濟損失非常大 現在必須想辦法盡快開港 就清理的程序來說 現場的工程非常浩大 必須先切斷這個橋的鋼梁 把斷橋鋼梁切完之後分批清運 另外 肇事霍輪的穩定 也是一大挑戰 因為這個裡面 在有有毒化學物質的貨櫃 那麼同時本身還有很多燃油 因此如果外泄的話 也會造成嚴重的污染和海港危機 因此巴爾地摩港短時間內看起來沒有辦法覆蓋 馬里蘭州巴爾地摩港貨輪撞橋意外 六名落水失蹤維修工人 兩具遺體週三被巡獲 潛水員在7.6公尺的水下 發現兩人被卡在紅色皮卡車中 他們分別是墨西哥和宏都拉斯基的工人 另外四名工人極有可能被壓在橋梁鋼架下 必須等清除工作完成才能打撈 美國國家運輸安全部的調查人員 已經取得肇事船的記錄器 並約談船上相關人員 除了釐清船之出事原因 也要檢討橋梁安全是否有疏失 記錄器的內容顯示 貨船在失去動力後 駕駛艙的警示設備大響 船長要求水手立刻下矛 阻止船之前進 CNN進入大型貨船的模擬艙 還原當天駕駛艙的狀況 船隻撞上橋蹲前 曾經短暫恢復電力 駕駛員也立刻做出緊急處置 但為時已晚 橋梁結構安全也是意外檢討的焦點 運輸部長朱塔布吉認為 凱伊大橋在1970年代末建造 當時大型貨輪還沒有問世 橋梁設計本來就沒有承受撞擊的考量 這次橋它有其歷史因素 專家持不同意見 認為意外仍然可以避免 只要在橋墩附近做好防護措施 朱塔布吉表示目前首要任務是儘快開港 不過清理事故現場的工程浩大廢時 要先切斷橋缸梁再分批清運 此外 肇市貨船上有150萬噸汽油 上萬個貨櫃 其中50個貨櫃中裝的是有毒物質 清運過程中必須保持船隻穩定 避免污染物外泄 過去六年 初始貨船達利浩發生過三次死亡意外 船上電梯夾死過一名水手 還有船員墜海 去年還與一艘易貨船相撞 一名水手身亡 智利去年六月也一度暫停達利浩出海 檢察員發現貨船的壓力表故障 由於國際貨船運作相當複雜 通常牽涉到很多國家 未來究責也會是一項大工程 巴爾蒂摩港是美國第九大國際貨港 去年運輸5200萬噸的貨物 港口和航道全面封閉後 共有10艘貨輪困在港口 封港的經濟損失可觀 巴爾蒂摩港也是美國汽車運輸大港 去年共輸出了85萬輛汽車 港口關閉對汽車業造成不小衝擊 日本尼桑汽車計畫轉由紐約和紐澤西港口出貨 美國運輸部開始規劃橋樑重建 參考當初凯伊橋的建造工程 最多需要五年的時間才能完工 TVBS新聞總和報導 接下來關注是以美國為首結盟 圍堵中國高科技發展的這件事 那麼不但是有科技圍堵 有各種各樣的限制 另外貿易壁壘越逐越高 中國由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自己上陣 現在力求突圍 這次到北京訪問的是荷蘭總理 荷蘭是高科技大國 有一個全球知名的企業艾斯摩爾 那麼同時呢 習近平也在這一天接見了美國各個企業大佬 他積極展現拉攏的態度 他接見的包括了蘋果的執行長庫克 那麼但是呢 他接見的裡面呢 包括蘋果的執行長庫克 還有AMD的執行長蘇峰茲缺席 這些重量級的美國大佬 沒有參與登陸的習近平座談 讓他達到的效果看起來是相對有限 而在荷蘭總理和習近平會面之後 始終沒有松口同意 要放寬半導體的出口限制 而總理呢 還當面向習近平 對北京當局支持的網路攻擊 表達了不滿 周三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這場會見 作為地主的習近平堆滿笑容 歡迎到訪的荷蘭總理呂特 荷蘭是世界重要的經濟體 也是國際自由貿易的風向標 我們願同核方一道 推動中和開放無實的 全面合作夥伴關係 不斷向前發展 習近平嘗試說服核方 在高科技晶片與半導體產業鏈上 與中方保持緊密合作 還強調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 中國科技發展進步的步伐 外傳美國拜登政府 目前正與荷蘭 日本 南韓 與德國等盟友 積極商討合力加強 對中國半導體的管制措施 甚至請求盟友阻止國內企業 為中國客戶提供 關鍵晶片生產工具的維修服務 習近平的這番發言 明顯暗示核方 應該避免讓國內半導體製造商 艾斯莫爾參與美方的高科技圍堵 脫鉤鍛鍊是沒有出路的 除了像荷蘭招手 習近平當天還高調會見 美國晶片製造商高通總裁 暨執行長艾蒙 私募基金K10集團執行長蘇世民 聯邦快遞執行長辛伯文 等十多名美國商界代表 交流 合作 最後交融 那不就你終於我 我終於你了 中美關係史是一部 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歷史 過去是靠人民書寫 未來也要靠兩國人民創造 習近平強調中美關係的友好 可以透過民間力量來創造 暗示與會的美國企業代表 應該發揮對白宮的影響力 停止對中國的高科技圍堵 與貿易壁壘 整場會見與習近平接近下屬 或中國群眾代表模式相近 官方媒體還特別凸顯 習近平領頭 美國企業家們緊跟在後 陪笑聊天 以及美方認真聽講 乖乖做筆記的畫面 分析認為相關畫面試圖傳達 美國企業不乏一致接受 習近平領導的意向 然而在重振外資信心上 沒有太大效果 只能說是糟糕安排下的作秀 尤其前兩天還在北京 親身參與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 美國蘋果公司執行長庫克 以及超微半導體執行長蘇茲峰等 相對重量級的美國企業大佬 缺席這次會見 也讓這場被北京當局 作為中美合作樣板的活動 少了點代表性 這與外傳下個月將再度訪問 中國的美國財長葉倫 週三也在喬治亞州的一場公開演說中 直指中國在電動車 以及綠能產業的產能過剩 已經開始向全球輸出 這可能會造成市場扭曲損害他國經濟 葉倫強調 相關的產能過剩傾銷議題 將會成為這回中國訪問的重要討論主題 至於北京當局 藉由習近平與總理李強的會見 以及商務部長王文濤的雙邊會談 積極示好與拉攏的荷蘭 卻始終不願意取消半導體出口設備限制 只強調不會讓限制損及整體經貿關係 荷蘭總理呂特甚至表明 已經向習近平當面就中國政府支持的 網路攻擊事件表達何方態度 據了解荷蘭軍事情報和安全局上個月曾經披露 北京當局支持的駭客曾經在去年駭入荷蘭軍事網路 這是荷蘭首次公開把網路間諜指向中國 高質量攻堅一帶一路 不斷深化中私真誠互助 世代友好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在積極突破科技圍堵之外 習近平也不忘繼續鞏固一帶一路戰略優勢 週三他與到訪的斯里蘭卡總理會談時 表明中方願為斯里蘭卡實現經濟轉型升級 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據了解中國是斯里蘭卡最大債全國 但在債務協商上 中方只願意延長還款年限和調整利率 拒絕調降借出的貸款價值 斯里蘭卡在相關會談後披露 北京當局願意協助開發可倫坡國際機場 與漢班托塔港 但沒有提供更多細節 而外界擔憂中方參與相關戰略基礎設施的開發 可能會讓中國海軍在印度洋更具優勢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世界上現在正有兩場主要的大戰役持續的不斷交戰 而很多戰爭退役的軍人 或者生命經歷過重大意外的人 有的人會罹患 創傷後壓力症後群 PTSD 傳統療法是要患者不斷的回想傷痛記憶 搭配呼吸調式內心壓力 可是過程會引發很多不舒服 讓許多人中途放棄 現在有一個創新的療法 原理是讓患者想像自己在看電影 用黑白片的方式重新整理記憶 降低創傷畫面對大腦的刺激 現在治療了3000多人 很多退役的老兵覺得效果不錯 創傷後壓力症後群PTSD 顧名思義是指人在遭受巨大衝擊後 帶來的情緒障礙 可能是戰爭 也可能是遭受攻擊 或是經歷天災 根據統計 美國每100名成年人中 就有5人患有PTSD 月戰老兵莫雷諾 過去50年來 都在跟心中的負面情緒對抗 曾是月戰期間的狙擊手 他把這股情緒 稱為腦海中的惡魔 直到去年 莫雷諾在介紹下 認識了博爾克博士 職業生涯幾乎都在 幫助人們脫離PTSD 911事件時 博爾克擔任紐約世貿中心 幸存者的治療師 累積多年經驗 如今自己創立PTSD療法 創傷記憶重建方案 英文縮寫 簡稱RTM 目前這項療法 已經成功治療3000多人 博爾克博士 還培育了300多名治療師 RTM療法的大略重點 是讓病患想像自己身在電影院 將腦海中的創傷記憶化為黑白片 重新觀賞一次 這能減少顏色 鮮豔度對大腦的刺激傷害 因為療法不需要精密儀器設備 遠距進行也沒問題 如果一切順利 療程只需要幾天就能完成 目前經常被用來治療PTSD的長期暴露疗法 由於需要患者不斷回想創傷記憶 配合呼吸訓練達到減輕症狀效果 但過程往往帶來大量痛楚 導致許多人中途放棄 RTM療法則是讓患者在腦海中搭建一座電影院 回憶過程比較沒有壓力 透納是2004年伊拉克戰爭中的炮兵組成員 但他退役後戰爭的慘況老是在腦海中挥之不去 新療法幫助他重新面對創傷記憶 目前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針對PTSD提供多項療法 對於新興的RTM療法抱持觀望態度 強調治療結果的數據看起來很有潛力 但並不符合當前單位對於PTSD治療的方針 官方提供的治療法是經過驗證有效 而且以患者為中心的方案 醫療不斷進化 無論技術和理論上都是 2023年一項醫學研究顯示 其實打電動玩具也能幫助治療憂鬱症和PTSD 目前在美國已經有多家心理治療機構 開始朝遊戲治療的方向發展 數位心理治療公司英雄之旅俱樂部 安排客戶和治療師在遊戲中對談 能邊治療邊打電動 解除壓力的效果加倍 跳脫九框架 治療不再是枯燥乏味的對談 也不一定要重複經歷壓力痛楚 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方式 才能順利打開心中的結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歡迎回來繼續Focus 我們要來介紹一部瑞士的紀錄片 片名叫做《誰怕?艾莉斯米勒》 這個片子的故事比較特別 它主要是焦點放在成年人忘不了的童年傷害 加害者會是自己的父母 有一個成功的心理治療師 他一直沒有辦法療癒自己跟母親長久的關係 他母親最後主動斷聯放棄和解 但治療師知道他自己必須恢復過來 所以他追溯探尋母親的政治受難者身份 然後從成年人角度看待當年他少女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母親正在掙扎求生 他儘管最後沒有辦法得到終身渴望真正的正常母愛 但是他也為所有政治受難者的後代 開啟了一條怎麼樣從理解走向諒解的道路 你可以形容一下在你的心裡面 你爸是一個怎麼樣的存在嗎 陌生人 跟路上陌生人一樣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這些已長大成人的紀錄片觀眾 參加公式主題之夜秀 《誰怕?艾莉斯米勒應候論壇》 也談起自己離完美很遠的原生家庭親子關係 我考前三名回家告訴爸爸 希望能讓我去看電影 爸爸把錢扔在地上要我自己撿 還說你只會白吃白喝 我的媽媽把我拉到家門外 要我在家門口跪著給路過的人看 游血緣的親子卻像仇人 這些是難以啟齒的傷痕 說了會被人用小題大作 天下無不適的父母等道理教訓 但情緒痛苦不被接納是二次傷害 艾莉斯米勒是80年代 享譽國際的兒童心理學家 著作等身 終生提倡捍衛獸女兒 她的兒子馬丁米勒 也是經驗豐富的心理治療師 馬丁到美國拜訪她的伊倫卡表姨 疑生倆一起看艾莉斯米勒當年受訪片段 馬丁悲從中來 她其實是在父親家暴 與母親冷暴力中長大 有父母的學術生育照顶 沒人相信她在原生家庭中 身心受闖 快70歲了 馬丁內心的那個孩子還是哭出來 我哭到了 我兩股心虑 老作為真理 是と思過 一屠怪 野不ons倫 我哭到 雷魚 英文 rept羈 马丁被父亲家暴虐打到16岁 长大后的他成为心理治疗师 但与母亲的关系仍旧疏离对立 他渴望母爱 但母亲永远没有温情 甚至指责他跟生父站在一边 马丁对母亲从哀求到质疑 但就连父亲打我 你为何不保护我 这样简单的问题都没有答案 母亲的指责让马丁含冤莫白 他从父母身上都得不到爱 多年后马丁才知道 母亲在他半岁前甚至不愿照顾他 因为婚姻中没有爱情 马丁生父是波兰裔纳粹眼线 二战时期威胁要揭穿 母亲一家人的犹太裔身份 母亲被迫放弃了当时的恋人 结婚才得以逃离波兰 痛苦怨恨让他抗拒接近亲生儿子马丁 表姨伊伦卡还比较像他心中正常的母亲 马丁自己也步入晚年 鼓起勇气要解开得不到母爱的谜 他拜访母亲少年时 与晚年独居时的亲友 也跟表姨一起来到他的出生地波兰 但不仅没印象也没感觉 但他还是试着了解自己的犹太裔背景 母亲从没告诉过他 二战当时波兰境内 犹太族群很难生存 少女爱丽丝被迫用假身份生活 天天要说谎 沉重的扭曲与压抑 让日后爱丽丝米勒面对婚姻和孩子 永远无法真心相待 只能在学术研究中说真话 但在书信中 爱丽丝承认自己对原生家庭 纳粹追捕和无碍的丈夫始终恐惧 马丁不断质问追索 终于窥见了一些母亲的真实面貌 用成人的心情看待那个 16岁起就要隐藏真实身份的少女爱丽丝 以及她绵延终身的挫折悲伤 马丁对母亲从理解到谅解 也开始了疗愈自己的路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好 接下来关注的是对于驾驶来说 塞车在车阵里动弹不得 恐怕是最无奈的状况 而全世界交通最拥塞的 应该算是纽约大都会 他们将从6月中征收通行费 想用这个来解决塞车问题 到时候会以天来计费 车主会征收通行费 最高有新台币1100块钱 结果反应是骂声一片 报导中在看 还有车商鼓励把梦想做大 在4月半比赛 邀请学生设计梦想车款 冠军得主能够在 第二年暑假 亲自到车商那里学习 周三纽约大都会运输署MTA 投票通过 塞车通行费的计划 成为全美首例 从6月中开始 纽约市当局就会对开进曼哈顿 60街以南的小客车 征收15美元的通行费 大约470多台币 就大型的货车和巴士司机 则要付36美元和台币要 1100多元 包括这位每天都开着餐车 进程做生意的餐饭 另外就连摩托车骑士 计程车司机 到达Uber等轿车平台的乘客 也将面临各自不同的收费金额 照样惹来骂声一片 当局则反驳 目前每天有90多万辆车 开进最繁忙的中心商业区 而一旦开征通行费 不但能将车流量减少17% 提升空气品值 还可改善大众运输系统 根据预估 这项新规每年可创造 10亿到15亿美元收入 但人可能要面临 纽泽西州等一系列法律挑战 至于汽车支撑底特律 要解决的不止塞车 因为车商Selentus 即将在这举办竞赛 要学生设计出心中的梦想车款 莫瑞勒斯已经是得奖长胜军 他最近的战机是设计出这台 以社交动力为概念的卡车 主办方表示 今年的竞赛主题就是未来性 第一名得主 则能获得明年暑假到Selentus旗下 知名公养卡车设计部实习的机会 身为前冠军的莫瑞勒斯 也不吝啬分享自己实习过的心得 第二和第三名得奖者 除了能拿到苹果iPad Pro和触控笔 还能获得读创意相关科系的大学奖学金 鼓励学生勇敢把梦想做大 在荷兰北部这座叫做分担的城市 就有超回路列车 这种号称比飞机还快的运输系统 已经在慢慢成型 又被叫做超级高铁 工程师所在的位置 是一条全新开通测试 以钢铁打造的真空管理 也就是未来超回路列车将行驶的轨道 回顾七年前 这超级高铁的第一节钢管 才首次对世人亮相 目前则已经把34节 直径2.5公尺的钢管给组在一起 形成一条420公尺的轨道 而这宛如电影中的场景 最初是由全球最有野心的男人马斯克 在2013年提出了构想 宣称当列车在低压真空的通道中行驶 可以达到700公里的时速 只是计划的进展比预期缓慢 加上建设成本惊人 不是所有人的看好 但欧洲试验场的工程师 对于把梦想化为现实 信心十足 欧洲超级高铁的独特之处 是能够变换行驶轨道 欧洲超级高铁中心定下目标 要在2050年打造1万公里的超轨路 高速网路 TUVS 中和报道 好 接下来关注2024巴黎奥运 法国本土精品集团赞助 圣火火炬和奖牌 由LV量身打造了高级专属定制的行李箱 170年的置箱工艺 这次高度发挥 很多巴黎人计划在比赛期间 把巴黎让给观光客 顺带出租自己的公寓赚万块 一房一厅在巴黎的公寓 到奥运期间 一晚会锁价新台币1万块钱 价格是平常的三倍多 巴黎奥运倒数120天 大会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奥林匹克圣火传递 已经开始如火如荼准备 巴黎奥组委 在巴黎东边城市特鲁瓦 进行节理测试 要在赛前调整好警备 车队和各单位间的沟通 奥运圣火将从希腊搭船进地中海 预定5月8号抵达马赛 之后在全发64个城镇船地 行经包括圣米歇尔山修道院 法尔赛宫和罗亚尔河谷城堡群 等具代表性地点 将会有一万一千名火炬手 共襄胜举 这回巴黎奥运 在世界最大金饼集团赞助下 圣火火炬也有专属手工定制的 路易威登LV行李箱 在这个位于巴黎近郊 原本是路易威登家族大宅的工方 巴黎奥运火炬的LV箱 首次对外亮相 到时候奥运和帕奥火炬 各自会有量身打造的行李箱 LV同时也为奖牌设计存放展示箱 内有数十个抽屉 每个抽屉可放三枚奖牌 LV从1988年开始为奖杯制作行李箱 希望透过热门体育赛事提升法国品牌知名度 LV所属的LVMH集团 这回与巴黎奥运签下1.5亿欧元 相当台币52亿的赞助 旗下多个品牌参与 包办奖牌 法国对制服等设计 而奥运期间 圣火要放在哪 法国媒体报道 奥组委放弃了安置巴黎铁塔的想法 现在主义放在罗浮宫 和协和广场之间的杜勒丽花园 有巴黎人舍不得 在奥运期间离开 不过也有人想要趁机赚点外快 在赛事期间把自己的公寓 出租给涌入花都的观光客和游客 卡桑一房一厅的公寓 距离许多代表队下榻的拉维列特公园 徒步约30分钟 在4月一碗租金90欧元 到了奥运期间 价格就冲上330欧元 和台币约1万 巴黎人摩拳擦掌迎奥运 巴黎奥组委也在法国邮政博物馆 正式发布官方奥运游票设计 采装饰艺术风格 融入巴黎地标如巴黎铁塔和赛纳盒 将发行80万张 4月5号起对外发售 而为了与2024巴黎奥运相呼应 第三届巴黎市甜点大赛的主题 就是体育的价值 大将由米其林新级甜点师傅 萨米伊的作品 《跳水欧培拉拿下》 本身也会跳水的萨米伊说 惊吓游客和奥运参赛者 都可以尝到这款跳板蛋糕 他将在奥运期间 把它商品化推出 体育新闻综合报道 好 来关注的是家电市场 由于经济始终不整齐 所以家电市场的买气停滞 AI能不能成为助力 南韩两大电子公司 三星和LG不约而同 推出了AI电视 解析度跟音质当然同步提升 在家里收看串流影平台的影片 会有沉浸式的观影效果 这是南韩三星电子 推出的新产品AITV 乍看和市面现有的电视差不多 里头的配置大大升级 技术的核心是三星电子 在家里进行的电视中 电视中也提升了 在电视中的电视中 电视中的电视中 电视中的电视中 它是主要的电视中 因为电视中 电视中的电视中 电视中 电视中 集中的部分 分析事物或人物等等 提高沉浸感 另一届南韩企业LG电子 也推出大幅加强AI功能的电视 LG的AITV采用比现有产品 高出四倍的AI性能 最大特点是能够分析 像素单位提高画质 就连Netflix Apple TV Plus 等OTT平台内容 也能及时提高画质 专家分析在家电市场饱和的情况下 搭载AI功能的产品 将成为企业新的营收模式 除了AITV 三星和LG 在其他智慧家电战场 也纷纷推出新品 三星电子也在同一时间 推出了洗红一体机 事实上家电大厂 不是第一次推出类似产品 但以前是利用高温热风 来干燥衣服 这次两家企业推出的产品 都采用了低温吸湿的热泵技术 消费者的反应也很热烈 三星电子的洗红一体机 上市短短三天 就达到一千台销量 率先在北美市场 推新产品的LG电子 今年一月在当地销量 也比现有产品多出五成以上 从洗衣机到AI电视 LG和三星不断创新开发 在因经济不景气而停滞的 家电市场找活路 体育变新闻 综合报道 来关注大陆内蒙古 出现严重的沙尘暴 整个天空变成了橘红色 能见度不到50公尺 因此官方紧急发布 停工停课的通知 27号开始 大陆内蒙古发生严重沙尘暴 当地民众直击画面显示 整片天空呈现橘红色 市区街道灰蒙蒙 空气浑浊 交通号制都很难看清楚 就怕发生意外 车辆只能放慢速度 受到地面气旋 和冷空气影响 内蒙古不但风大 沙尘又浓 导致内蒙多条高速公路 临时关闭 包括呼尔浩特等地 都被迫停工停运停产 我们气象部门是 发布了沙尘暴的红色预警 地方就采取了一个停课 大风近期持续往东吹 大陆首都北京空气品质 也急速下降 目前大陆官方通报 包括宁夏 陕西 山西 河北 北京 天津 山东 河南 都有部分地区出现浮沉天气 另外在云南昆明机场 强劲的风势 还把建筑顶部部分金属建材掀起 大量杂物在空中飘散 索性意外没有影响 搬机飞行造成延远伤亡 TVBS 新闻谢谢西林敏珍 综合报导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 focus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